厦门大学访问团在5月6日来访台师大 台师大总务处副总务长陈梅勇也为外宾说明 总务处后勤业务简介和未来目标与展望 会后的交流,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曾国斌也表示 听完台师大的经验分享,收获很多 金山大使的校园导览也带外宾参观在宿舍、膳食、环境、校园安全等面向的实际管理现况 校园记者吴传惠采访报道 校园记者吴传惠采访报道